我结婚给钱 然后装修各方面都我师父套 母亲住院的钱 当时是五六年前 那钱是我师父套的 十来万 因为我接到电话 是我母亲身体特别不好 让我赶紧回去 我一直在哭 我的衣服全都湿了 等我见到我母亲的时候 我发现病情确实很严重 她说不了话 当时医生把我叫到医生办公室 说你赶紧准备钱 手术 而且手术在县城做不了 市里头可能也差劲 你最好上北京去做支架手术 我说得多少钱 她说得十二万差不多 当时我就懵了 然后我就很伤心很难过 我就实在是没办法了 给我师父打一电话 我师父说没事 宝贝没事 人命关天是最重要的 你赶紧回来上北京做手术了 钱我给你拿 医生我给你找 那会儿也没什么眼力见 确实很嫩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太会说话 招火台的同事没有反感 就会有人上我身上高中 说给她孩子弄走吧 开除吧 一个说 我说我没有心理训 俩说也没有心理训 很多人都说 说给她孩子弄走吧 都会有人反我 我师父就开了个会 说这样 我让她扫一辈子地 我也不想让她走 这个事是我师娘跟我说的 这是很长时间之后 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师娘跟我说这事 你师父为了你在后台 跟她们分车 别再跟我说了 我让她扫一辈子地 我认了 谁也别再跟我说 开出享乐的事了 师徒如父子吧 不管说名义上这么说 但是心里边是照着 家大人的状态来做 得对得起这孩子 我认识了